这是黑莓锦蛇 没读的 我只能说老苏人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你们说是不是 像这种胡的妈都不认识的视频 只能靠感觉来辨认 这条蛇爬的时候可以隐约看到前面上半部分有黑线 这种动态的黑线国内只有三索合枪蛇才有 所以毫无疑问 这就是一条三索合枪蛇 没读的 重庆的老大哥圆毛头父 是重庆最常见的一种毒蛇 这里拍摄的用脚去试探性的踢了一下 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圆毛头发的毒牙是很长的 要穿这种鞋子不要太轻松 而且蛇如果蜷缩在角落里一般是不会攻击的 这种试探性的动作反而会把他记录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蛇 国内野生数量只有500条左右 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没错 这是蟒山圆毛头父 俗名蟒山闹铁头 是国家一级暴动物 如果还有人不知道怎么辨认蟒山的 我教你一招 直接看尾巴 全中国只有蟒山的尾巴是这种白色的 另外我最近对比了一个国外的蟒山咬山案例 发现国外的人工繁育个体 咬人症状于国内的野生 个体有显著差异 因此我推断国外的人工繁育蟒山 可能因长期圈养产生了毒液变异 这是一种分布于南美洲的大型游手 名叫黄富鹏蛇 当它是在威胁时 就会这样把身体膨胀起来 让自己看起来更大更凶狠 这种蛇主要以不入类 鸟类和蛇类为食 它的体型很大 平均长度为1.5米左右 最大个长到3米长 膨胀后看起来相当恐怖 我估计弹幕里10个人 有9个人会把它认成翠青蛇 恭喜你们 答错了 这个东西它也是属蛇属的 不过不是翠青蛇 而是横纹翠青蛇 主要特征就是背部的短横纹 它以前跟翠青蛇是一个属的 后来一起被分到了属蛇属下 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 云南海南 在国内非常少见 虽然光线比较暗 但还是可以看出蛇的种类 视频最开始的时候 这里是前半段有花纹 后半段就没了 而且体型还很大 毕竟精准地猜出来 这肯定是王警蛇嘛 你猜对了吗 世界上最大的毒蛇 芒山烙铁头 哎呦喂 才讲我芒山就来营销号了 世界最大毒蛇 第一句我就绷不住了 在地球上的毒蛇当中 普遍体型都不大 但也有一类 比如芒山烙铁头 体长4米 什么 你说什么 体长4米 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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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 操这营销号在哪里操的文案 咱带上关键词去搜索一下 看来是我跟不上时代了 还真有说它4米的 体重在20公斤以上 我记得以前的营销号都说17.75公斤 现在直接长到了20公斤 然而真实的芒山体重也就2-3公斤 大的能有4-5公斤 最大级别的也才7-8公斤 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蛇 你疯了觉得呀 问过眼镜王蛇了吗 那些眼镜蛇 腹蛇 太潘蛇等 与它相比 真的是个个是弱姬了 不是兄弟 你说它弱姬就算了 为什么要把字幕打成弱姬呢 芒山烙铁头蛇不仅体型庞大 而且是一种毒性超强的蛇 哎呦还不忘顺带吹吹毒性 但与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太潘蛇 眼镜王蛇等蛇类相比 毒性还是略为逊色一些的 太让我失望了 直接说秒杀太潘蛇呀 但其体型确是甩着二种毒蛇几条街的 呵呵 芒山烙铁头蛇的体长一般在2米以上 最大体长可以达到4米长 曾经在湖南地区发现过一条长达4米 重达20公斤的超大烙铁头 来来来 时间地点把这条个体的详细资料爆出来 体型巨大的芒山烙铁头蛇 其体内的毒 液料非常多 毒液料啊 毒液料 液料非常多 你这芒山是不是身体不行啊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蛇类 好了我知道了 你开心就好 这是木纹香味蛇 一种分布于北美东部的大型香味蛇 通常常都为1到1.5米 最大有1.89米的记录 这是一条在农场被射杀的大个体 长度为1.5米 已是相当巨大 和其他香味蛇一样 木纹香味蛇的毒液也有地理变异 其毒液中存在一种名为 Can break toxin的神经毒素 与小顿香味蛇的Mohave toxin相似 根据其毒液种类变化可分为4个类型 其中A型是毒性最强的 LD50可达0.22 但拉的类型也是非常拿 来来来 大木打拆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觉得这是黄链蛇的 恭喜你们又猜错了 这个是脑窝白环蛇 国内主要在云南有分布 它跟黄链蛇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前半部分的环非常少 然后头上也有环 跟黄链蛇完全不一样 我估计很多人看到这个黑线 就以为是黑莓锦蛇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啥前面这里也有直线呢 显然这不是黑莓锦蛇 而是一条乌烧蛇 乌烧蛇的纹身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 一类是全黑的 一类是这种有直线花纹的 这种蛇是金花蛇属的 名叫鸾斑金花蛇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通常长度为0.45米 就大概长到0.75米 既然是金花蛇属的 自然也有飞蛇之名 它可以将身体压得非常扁平 在高处数字上短距离滑翔 11月1日 印度贾神普尔 一名八岁男孩迪帕克 在自家后院玩耍时 一条眼镜蛇爬上其手腕 并发起攻击 吓得迪帕克差点当场就尿了 在试图甩掉毒蛇失败后 迪帕克肾上腺素飙升 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 一个滑铲狠狠地咬了眼镜蛇两口 致其死亡 而迪帕克被带到医院观察了一天 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我只能说这小孩运气太好了 碰到个干咬的 干咬就是咬人不排毒 属于试探性的扑咬 谁知这小孩如此生猛 居然反把蛇给咬死了 那这条蛇到底是什么蛇呢 不用看都知道 肯定是印度远镜蛇 毕竟印度四大天王之一嘛 你们可能不知道 四大天王是个什么样的地位 就这么跟你们说 印度一个国家被蛇咬死的人 比亚洲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 加起来还要多 而印度90%的蛇咬商 都是这四个家伙干的 为此印度专门生产了一种 针对四天王的多价抗毒血清 在印度不管你被什么死了了 都用这种血清 但这种多价血清的毒素种类 跨度很大 综合效率是远不如单价血清的 而且一些时候还存在毒液地理变异 像印度人的时候 我们之前就提到过 它的毒性波动是很大的 今天就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比较硬 也是费力不讨的类型 还请大家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这是印度人的时候 七个地区的毒液样笔研究 这七个地区分别是印度北部南部东南部东部西部西南部中部 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 我根据大致的地理位置 把它们的LD50打了出来 可以看到印度人的时候 存在很大的毒液地理变异 其中北部东部中部的样本神经毒含量非常高 而西部沙漠地区的含量却很低 这种毒液变异对抗毒血的效果肯定会产生影响 因为印度多价抗毒血的毒源 主要来自于印度南部 我们可以看一下血清的综合实验 虚线出的0.6毫克每毫升代表市场销售抗毒血的对印度人的时候的理论综合效率 如果低于这个值就代表综合效率减弱了 果不其然 除了跟印度南部挨得最近的东南部和西南部以外 其他地区的综合效率都减到了一半左右 毒性最弱的西部样本甚至直接无效 这就是毒液变异所带来的影响 造成这些变异的根本人与生存环境绝对脱不开关系 就好比天气影响我们人类一样